平日我經常吃點味精煎炸菜 今天想吃得清淡一點 我也是 清淡一點 我有好介紹 真的 你們是不是在說明王 如果是的 不如大家一起去吧 Let's go 大家都知道我家瑋很喜歡吃東西 但是要保持這件事 來到明王 不知道有沒有又好吃又健康的菜式介紹呢 有 第一道就是冰鎮秋葵 哇 看得很新鮮 然後這個呢 這個就是四香腩片蒸粉 好想吃 最後我最喜歡吃的雞 有這個川式蒸雞 還有這個魚肚東風蒸雞 果然配合這個雞麵 買了這麼多雞的菜式 我看到這個跟我平日吃的秋葵很不同 我呢 就很喜歡吃清淡 然後點醬油 但是這個我看到有些不同的醬汁 讓我試一試 很特別啊 嗯 跟我平日吃的口感不同 嗯 而且它的醬汁呢 是不是很悲哨的 對呀 那個醬汁都是麻醬 嗯 因為我平日只找這個清淡 然後點醬油 想不到我們秋皮配這個麻醬 都很配合的 哇 這個這麼深色的黑蚊蚊 這是魚肝 這個是時汁來的 首先怎樣做的呢 就是煎了一些冷片 冷片煎完之後就用時汁拌 然後再加進陳鮮粉裡 可以包著 蒸15分鐘就可以吃了 這個特別挑選呢 是帶點鼻膏的 看看好不好味道 咦 吃起來猶而不利 完全沒有了一個鼻膏的感覺 我想它的製作過程非常之好 我先試這個陳鮮粉 哇 它的陳鮮粉完全可以吸收所有的士汁精華 所以吃起來很好味 你們快點嘗嘗 是啊 現在陳鮮粉是否到處都吃到的 這個是充滿家鄉風味的 我覺得 嗯 Vancelida 你剛才說介紹了兩個雞的彩色 我看到它兩個顏色那麼特別的 我這個是用春菇蘭椒做的 有綠椒和白椒 綠椒會做比紅椒更加 更加贏了一點 這個就是鮮魚雞 首先會把椒炒香 然後攪拌了 然後攪拌雞 用白椒去蒸 嘗嘗嘗嘗 因為我不是很敢吃四川菜 我看起來很辣 我看見這麼多辣椒 很差 嗯 很辣 我看起來很辣 它沒有我想像中那麼辣 反而我覺得它有種香的味道 而且有一點麻麻的 有些吃麻辣椒的 吃完是舌頭的有麻麻的感覺 對 而且雞也很嫩 嗯 它蒸得很漂亮 它是用荷葉底來蒸的 對 嗯 然後呢 那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魚肚冬菇蒸雞 也是用荷葉底包出來的 首先我們用上頂的魚肚和冬菇 先浸完 然後再用荷葉包出來的雞 嘩 我很想試魚肚 麻煩你給我 你夾一夾給我 因為剛才我試過雞 我平時喝茶最喜歡吃的 就是魚肚蒸雞 不知道這個味道有沒有跟我們吃開養蜜 嗯 這個味道相比我吃之前的 就淺淡很多 因為我看它用的是紅棗 還有冬菇蒸雞 平時吃開是淺淡一點的 如果你喜歡吃重味 有一個川式蒸雞 淺淡一點呢 就是一個雲耳的魚肚蒸雞 魚肚冬菇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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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雲這裡 誰知道這麼少菜式呀 有沒有一些好的菜式 介紹給我們先 當然不止那麼少 還有這個蝦乾小鳳煎 茄子冬菇蒸雞 這個飯就有河葉做底來蒸飯的 裡面有蝦乾 有銀魚仔和茄子 通常人們會把蝦乾浸水 再放進去炒 然後再蒸 但是這個不是的 就把蝦乾和銀魚仔和茄子 爆香了之後 再把它一起放進河葉做底的飯上 蒸15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們繼續這個健康的路線 現在就叫做蔬菜 那不要小看它 好像普通上湯菜心一樣 用龍魚湯做的 你聽到上面的肉水和杞子呢 有健康之餘就可以多一個味道 在菜上 不如試一下 你說得到是用這麼特色的魚湯 我當然要先試一下湯 那我試一下蔬菜 它很濕的湯 它完全不太覺得是魚湯 如果你不說的話 因為魚湯平常我怕有腥味 它一點腥味都沒有 好像家裡的湯一樣 對 我先試蔬菜心 這個不是蔬菜心廟嗎 不是很粗的,很鹹的 對,很清 清脆 吃下去的口感 很美 這個菜心很美 還有 它的味道都吸收到菜心 那我們就吃完這些清白的食材了 我們就沾進來這個 這個就是京蔥爆白鮮 你看到白鮮皮都很薄 還有它在炒之前煎過一煎 我猜會不會很油膩 不如試一試 它真的不是很油膩 它真的不是很油膩 剛剛就說煎一煎那條魚 它現在好像很爽口 而且醬汁都很香 我試一下它配錯了 哇,它都吸收了它的味道 是不是有它的滷飯的感覺 對 哇,好像很重口味的人 一定要試這個 嗯 Yowen,那個石子包著是甚麼 哇,這個就真是不得了 這個叫百里香烤龍鮮 聽名字 Rulis加西 是不是 我聽老闆說 它是煎了龍鮮之後 再加上芫荽 京蔥和百里香 加上石子 包著龍鮮 烤11分鐘就可以吃了 所以快點 真的趁熱吃 大家 平時龍鮮我真的清晰 或者炒 你試過用百里香烤龍鮮 是啊 我聽說百里香有放鬆的作用 所以你說 如果放假或放空 以及帶一班朋友一起吃 特別開心 哇,剛才真的很好吃 不知道菜式是否常常吃 這些菜式在明雲這裡 每天都可以吃 明天過餐 是不是你請先 好啊 那當然 聽者有瓶了 聽者有瓶